心若静 福则智 心不静 祸患生 内心平静就跟溪水一样 既不会躁动 也不会焦虑 更不会失去理性 所以心静之人都能够生活安稳 长长久久 内心不静就跟火焰一样 躁动无常 戾气严重 动不动就失去理性 以至于躁动之人都活得痛苦 各种不幸 接踵而至 为什么古往今来的闲人名士 都强调静 而不强调动呢 因为动是人之本性 根本不用强调 而静恰恰是反人性的 但也是最重要的 只有动而没有静 等于开着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 故障车 迟早闯出大祸 唯有动静结合 相互平衡 人生这辆列车才会行稳致远 人心若静 福禄将至 对于这四个方面 尽量做到心如止水 一 遇到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 尽量静心应对 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 心造好事变坏事 心静天下无难事 暂时失业了 就各种躁动抱怨 搞得自己就跟怨妇一样 情绪化特别严重 不仅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还影响了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暂时遭遇了生活的危机 就各种怨天尤人推卸责任 根本不想办法解决问题 如此下去 这危机不会越来越小 只会越来越大 说实话 过分躁动 百害而无一利 于人于己都不是好事 事已发生 目已成舟 我们在内心躁动 除了折磨自己 又能有什么意义 所谓山崇水赴 遗无路 柳暗花明 又已存 保持一颗静心 按照自己的节奏步伐走下去 始终会找到出路 就跟闯迷宫是一样的 你越是心急 越是走不出去 放宽心 别执着 反而就能走出迷宫 摆脱困境了 二 遇到再怎么讨厌的人与世 不要情绪化 人在江湖 我们会遇到喜欢的人与世 也会遇到讨厌的人与世 对于前者 我们会欣喜若狂 对于后者 我们会憎恨的咬牙切齿 这就是极端的行为 试想 这一刻欣喜若狂 下一刻就咬牙切齿 心态如此起伏不定 不就容易大喜大悲 心态崩溃了吗 普通人都犯了这个毛病 对喜欢的人恨不得掏心掏肺 对讨厌的人恨不得斩草除根 如此下去 别说没有好人缘了 也许只会到处树敌 不论是对于喜欢的人 还是对于讨厌的人 尽量避免情绪化 而应该拿捏好一个肚 没必要欣喜若狂 掏心掏肺 也没必要咬牙切齿 仇视对方 一般来说 做到三七分就行了 三分的礼貌用来对待别人 七分的防备之心 用来保护自己 相信我们的处境 人缘都会逐渐变好 要想做到三七分 首先就需要静下心来 衡量如何拿捏好一个肚 三越是生活节奏极快 越是懂得慢下来 现代人受到内卷的影响 被现实牵着鼻子走 活成了一直旋转的陀螺模样 别说停下来了 也许连休息一会儿都做不到 人始终是有血有肉 知道疲惫的生物 而不是钢铁之躯的机器人 倘若不停下来 早晚有一天会吃大亏 正如曾世强教授所言 现在的人求快 一天就做三天的事 明明可以活到九十岁 现在不就只能活到三十岁了吗 我们都是普通人 注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 因为让生活节奏加速的 都是精英 如果普通人能够跟得上精英的步伐 早就成为精英了 就是因为跟不上才是普通人 既然跟不上 那就不要勉强自己 也不要灌鸡汤 让自己的心灵麻木 我们应该想想 自己需要做什么 适合做什么 而不是跟着别人做什么 外部的生活如何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我们所能做到的 仅仅是静下心来 感知生活的静美 以自己的节奏 稳稳当当地过好这一生 四对于成败得失 没必要过分计较 谈其他 我们可能没啥感觉 一谈到成功得失 人们就起劲了 也有点情绪了 在无数人看来 人生只能赢而不能输 人生只能得到而不能失去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可笑的 谁能够保证自己一直赢呢 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得到 而不会失去呢 除了骗子 正常人都不能保证 人一旦成功了 就容易目空一切 不可一世 人一旦失败了 就容易过分纠结 要死要活 感慨人生 无意义 人间不值得 人生不如一世十之八九 只能够接受成功 而无法接受失败 那如何过日子呢 成也好 败也罢 都不过是人生的经历 人活一世 成败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要以一颗平静 淡然 知足 安好的内心 去享受 当下的时光 我是东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